今天让我们来共同讨论一下 有关于中国南岚近期发生的热点事件吧 想必不少对南岚赛事运动 保持着高度关注的球迷粉丝都能够发现 目前宁波南岚的一举一动 都在各大球队的关注之中 主要还是由于此前有媒体人发言表示 宁波南岚正在找寻状元签的交易对象 起初有不少球迷粉丝都猜测表示 广东南岚有很大概率会与之进行交易 毕竟此前朱方宇就对状元签表 露出了打算拿下的想法 所以说现如今恰好有这一机会 无论如何朱方宇都有可能会为广东南岚签下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 双方的合作并未如球迷所想一般展开 根据最新的消息来看 宁波南岚的状元签交易对象 竟然成了北控南岚 着实有些意外 那么其中到底是发生了怎样的一回事呢 下面就请跟随小编的步伐来一同往下看吧 就在众多球迷粉丝以为广东南岚以及朱方宇 并没有对此次状元签的交易表露出新意 因此将其拱手让给北控南岚时 有媒体人向大家透露出了其中的交易细节 根据媒体人的发文来看 广东南岚是有意以四换一的方案 来和宁波南岚展开合作的 广东南岚正面出三位球员再加上一定资金 不过最后宁波南岚反而是同北控南岚达成了合作关系 由此而言 可以了解到 朱方宇其实是有在为球队影员补强工作努力 不过最后却并未如愿 随后就有球迷粉丝猜测 如果去广东南岚打算与宁波南岚进行交易的球员中 有赵锦阳的话 那么宁波南岚拒绝交易也就情有可然了 毕竟赵锦阳赛场上的表现很难征服宁波南岚 因此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宁波南岚放弃与之交易合作 不过这也只是大家的猜想而已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无法进入到广东南岚 只能进入到北控的陈国豪 遗憾与损失大概是最大的 对此 大家有怎样的看法呢 感谢观看